家裡買了一把風扇 半年左右 又不斷閃 又好像有時不著 又有時失靈 產品這麼差勁 一定是產品有問題 慢著 驗了才知道 大家想知道如何驗 馬上去片看看吧 深水埗海灘街 外海種 做維修 好 這個是菲利浦的 菲利浦FC570 剛剛開了 通了一段閃了一下 這是沒有反應的 沒有任何反應 那待會看什麼 又得下又不得下 那待會檢查一下是機器的問題 還是那個 接收器的問題 現在 可能跟電源有些關係 檢查一下 現在聽聲 好像是燈掣問題 未必關於產品事 稍後再驗證 是這一個按鈕 關掉它 開罪 好像打一下 等等 燈掣 剛剛聽到一些紫紫聲 再來一次 截了一聲 好 那這個呢 如果待會開了一個按鈕 看了它裡面 因為燈掣接線錯呀 那截了不良呢 那就 不關於產品部的樣子 是供電系統的事 做個紀錄先 這一個按鈕 這一個按鈕 會幫我新的鋪電線 通了電線 又會維修電箱 和裝電燈 武器 有它就課收了 我也想找它呀 雖然我是註冊電工 武器 但你要先找我公司老闆 電力工程 包括安裝 改裝 和維修 都要請 註冊電業承辦 完成後 會發出員工證明書 證明裝置符合安全要求 上基定工程署網頁 穩住插備要承辦商名單 放心 現在怎麼驗證 我找這支筆驗證一下你其他東西 因為我懷疑 好像我斷猜 找你隨便一個插梳 你有沒有開的 有開的 看到嗎 有電是有反應的 你那個上面沒有電 上面沒有電 你什麼時候沒有電通過來 沒有電通過來 它剛剛是有一下沒有一下 不是完全沒有 即是 上面 應該是你的燈製邊 有一點斷了 所以我為什麼要做紀錄 大家有個公道 不是說我所說的 我們全部用電器去檢查 不用了 我認識了 因為這個產品是經我們公司購買 也是經我們全方位安裝服務 是有零件保養 以及前排電工相機保養 我們想到去 第一件事 就是要驗證 到底是產品問題 還是供電系統問題 在我們未做任何東西之前 為什麼我喜歡要錄下東西 就是告訴大家 我未做之前 和做了之後的分別 我們驗證了 希望客人有一個客觀的條件 知道 這個不是產品問題 而是供電系統問題 稍後打開 記錄下 是否接觸不良 或者交樓的接線不好 在處理供電系統這部分 因為本身不屬於這個保養範圍以內 代理是不會提供免費零件 我們亦不會提供免費的賞滿服務 我們都會問准了客人 你做還是不做 如果你做 我們立即幫你處理 他現在又可以了 是吧 他可以了 是吧 當然 是啊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之前裡面的接線 接得不好 是吧 這些是做裝修的 我們做這麼多年保養的 我當然是用經驗告訴你 是吧 全部有儀器驗 拆了面蓋 剛剛硬了 都應該可以了 這個小燈是Lagrand的 有認證的 有Safety Mark OK 做記錄 應該裡面是一個接線 接觸不良 啖啖啖啖啖啖啖 客人都講了之前 會自己轉一下式 轉一下式 就像做了模擬一次開關 斷電又通回 剪掉了面蓋 拆這兩項螺絲 剪掉了之後 會記錄到裡面的接線情況 然後再做 半段 剪掉了就是螺絲了 中間這就是控制菲利普那支 現在剪掉底部 这个是2线 有条线 应该是这条 应该是这条 离器的那条 稍后要折一折 重新折 这个是Lagran的按钮 因为Lagran的夹线和施内刀有些不同 由底夹上去 有时折线的人做的时候 就这样折下去 变成顶夹不是底夹 就夹不住 就变成了接触不良 做几绿 这条心 就是现在风扇上去天花那条线 去回它 这个是它的位置的接点 这个是它的位置的接点 现在它就着了 F-C570 它没有BD8 没有适合 试一下 试一下 旁边 找旁边那条线来试它 一样给到电 一样给到电 这个是 折两个地方都可以 对 就是现在要用这个方法验证 不是那个问题 不是说 由根源找的原因出来 不是一定是那块坏的 检测的供电系统 这些基本的检测 我们的收费就是550元 因为我现场已经到了 所以收550元 但是如果独立处理一次 这些是收到800元 是基本的电工上门费用 那在影片里面 你看到我 怎样将那些灯线拆出来 试给大家看 怎样为之有电 怎样为之无电 怎样按个按针 有字纸声 刚才我们的按针 是未拆开过的 所以之前都拍下了 那这个呢 我们会出一份WR1 给客人 那如果它需要和物馆 或者这里的保隐范围 和claim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到这个证明 证明这个按针 在未开之前接触不良 那现在呢 已经和它接好了 那会有WR1 给客人 那它自己去claim 就自己决定了 OK 那这个是一个收费服务来的 做回记录 好 再继续了 那刚刚查了呢 是它接线做得接触不良 因为里面是1.5mm 那些单脂硬线 那么在底箱里抖起它 那么屈住这个按针 出现刚刚的情况 好 现在再试一下按针 首先呢 现在的菲利普的FC570 呢 现在这个盘 我还没继续 但是它现在穿上了 没有闪动 即是不像刚刚的 闪着不闪着 那验证了 就没有电到 那现在我关掉它 这一刻的关掉 刚刚是有字指声的 现在 菲利普吧 开开它看看 还有没有字指声 这个一开 都有一些字指声 这个键本身也有些问题 要换的 不过暂时解决了 因为呢 它可以 一开 都是有字耳聲 不過菲利波可以即開即著 這裡 建議你 我記錄給你的 你真的可以給你們保養這裡 你這部分可以叫他們替你換了一個子女 哦 是他的問題 當然要他幫你處理 哦 因為這些膠樓 有時候你們不會拆開一些東西來檢查 但是我們有牌子 就替你拆開來檢查 驗證它了 他們再聽一次 我們靜靜地不出聲 菲利波關閉了 現在開了 聽有沒有字耳聲 剛才開過的時候 嘖一下 很短暫的 是的 這個燈制本身有問題 或者他做過程令到他有問題 你可以要求他幫你換了 整個制叫他換了 我們專業之間幫你驗了 現在你剛用電線按下去 他的產品馬上開了 那就是他的按鈕的問題 嗯 有機會是按鈕 或者是他做的過程令到他有問題 嗯 這段片我們全部都會給你做紀錄 你就給他憑證 雖然幾百元而已 那你給他拿就拿 沒理由 而且遲早你這個按鈕也是要換的 是的 這個按鈕本身是有問題的 遲早也是要換的了 OK 好 做紀錄 斷頭埋回這個按鈕 好了 埋這個按鈕下去 第一顆 這個另一支 這個是菲利波 切完 切完 沒有電到 OK 之後 開了 聽聲了 大家靜靜地 你原本不是一開馬上可以的 它現在一開就馬上可以了 運作到了 剛剛我們也準備了這個 其實我們也準備了零件 我們先當它是壞這件事 但其實剛剛驗證又不是了 而且剛剛最主要沒有電到 嗯 可以試完工具嗎 可以了 我會試好才 對 試好 OK 這個就是 天翻的結構 剛剛量度下去沒有 現在量度下去有 就是我們要用一些工具來驗證它有沒有電 又不是用一支塔筆就這樣按鈕 因為當它有收錄的時候 你按鈕下去 那支塔筆未必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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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正常 稍後拿回去 再試一下風扇 天翻賣好 天翻賣好 待會再試一下風扇動不動 剛才驗證了長壁的燈製問題 燈製品牌是立關 現在這個產品是菲利浦FC570 當然未必是完全因為燈製 有機會裝燈製的人裝得不好 現在試一下 這個菲利浦 看看它能不能操作 再試一下 關燈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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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風扇 一 是風扇 一 是風扇 OK 一束都有風 是六 六是最大風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般需要吹分多鐘才行 因為空氣就像水一樣 讓它推動了才行 不是開燈就立即涼 地下的那些 泡泡都可以了 關燈 正常運作到 試一下反轉 它有一個Reverse功能 反轉 試好了 就算完了 因為一般泰人都覺得 一旦有什麼壞 首先想是那樣東西壞 常規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有時候沒有想過 因果問題 為什麼它會好好的 它有些人說 不是嗎 就是那兩條線 一開那一下 應該不行就不行 其實因為它有起碼 這個我們叫做有三個摺點 由你MCB去到登祭 再到這個風扇 這個叫風扇 這裡有三個摺點 中間有些師傅做得不好 中間找些爪子再搏一下 不知幾個摺點 我們就統稱是故障點 好了 反轉都可以 再向另外一邊 開燈 好光 這裡有 對 樓底不高 有100尺 這裡有100尺 有 這裡有100尺 這個照100尺 一定夠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 買了這麼多 這個是自然光 長生自然光 長生白光 長生黃光 三色光 對了 好了 風扇再試 OK了 自動運作 OK 解決了 沒有問題 不是產品問題 是供電系統問題 做紀錄 這裏是哪裏呢 今天這裏是深水埗的外海縱 菲利浦風扇說我有問題 上去檢測了 那就是這個 家裡的供電燈制問題 做紀錄了 大家剛剛在影片中 看了我如何驗證 到底是產品問題 還是供電系統問題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我們會問准客人 現在驗證了 你供電系統有問題 我現場在這裏 你即時需不需要做 像這種情況 為何我們要問准了 我們必須經過客人的同意 委任 我們才會繼續做下去 以及整個過程 為何我們喜歡錄低它 因為我本身做WR2 真是五年連檢 每個過程 我們都會用錄影 拍照 做記錄 以便日後機電柱 如果需要抽查的時候 我們必須提供相關的證據 證明這個位置是由誰做 何時做 這樣才有證據 無需要大家口同備爭 以及我們這樣做 也確保自己在做過程中 不會有做漏的情況 影片中大家看到 燈鍵本身是沒有拆開過的 即是說 它交樓的時候 已經是這種狀態 當時客人都問我 是全新樓 為何燈鍵會壞 全新樓和燈鍵會壞 其實是兩件事 我們要把它分開來想 不是代表全新的東西 一定不會壞 因為這個燈鍵 當年可能出廠的時候 已經有少少問題 或者經過有人安裝的過程 導致了有問題 這也是可能的原因 我自己的驗證方法 當然不是只憑口說 我是當時用了一些儀器去做測試 例如檢測每個接點 它有沒有接錯線 用儀器測試本身的燈鍵是有問題 我們用儀器驗證 這樣才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好像今次 客人就說 師傅你不如幫我弄好它 之後的事情我們容後再談 我便受到客人的委任 即時在家裏幫電線重新接過 告訴他們 這個燈鍵是有問題 是需要更換的 因為這個燈鍵是發展商提供的 必須要有人證明這個燈鍵有問題 我們公司因為機電處的註冊電力承擔箱 經過由合資格的電供 驗證了有問題 和這個發展商申請人工 和相關燈鍵的更換費用 大家如果對剛才影片中 如何驗證供電系統有問題 記得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WhatsApp 9205-331 如果喜歡 記得按LIKE 以及分享給朋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